来看到台中美乐地公园 好 还要更好 建设局在9月底办论坛 吸引了超过400名国内外的专家 还有民众来参与之后 又一波澳洲的建筑设计师访台 以轻自然野区公园 还有地景游戏场为主题 交流多功能邮剧等 让美乐地公园再升级 在泰国麦谷机场附近的一个自行车公园 透过简报与影片 来自澳洲的专家学者 再度踏上台中交流共农公园设计 让美乐地3.0再升级 这一次应邀在台湾来参加警官公会 这样的发表演讲 我们也特别邀请他到台中城市 来这边看看我们中央公园 还有我们台中市美乐地计划公园 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些社会计划公园 会出现更加活动 在外面的环境中 这对大家都和整个社会的利益 我们想要与台湾城市 这个是我们飞行美乐地的 局长与学者们一起探访 目前正在动工中的飞行美乐地 这座游戏场总面积约4200平方公尺 提供儿童多元化且平等供容的权利 同时建构友善的无障碍环境 透过这场交流 也获得澳洲建筑设计师的肯定 将自然景观与现代设施结合 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多元化 创造性供容的生活场域 同时也有效提升社区凝聚力 与知名对公共空间的归属感 我们现在的公园 打超过了1000多座 那许许多多呼应现在的需求 我们不仅在共融 还有游戏场的主题 还有各方面 我们也都相当的与公民团体 还有各专业的这些设计师 设计家 大家一起来交流 透过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 是否吸取各种不同设计方式 将美乐地计划的理念 融入更多公共空间建设 实现幸福宜居的花园程序愿景